Yay 以前曾經是負60度都會的 Oh My God 好冷啊 今次吉利大王都鎮之旅 令我對東有新見解 北海道那些負10度 碎了 黃都鎮負30度也是這樣 不過能夠令我好好保暖 在負30度都可以自由活動的 就是我身上這套衣服 是由當地旅行社 黃都旅遊 準備給我們每一位團友 這套衣服這麼暖 看樣子就知道不便宜 你們又猜要多少錢 Freda 我想問你 這衣服是不是很貴 很貴 我告訴你 我整間公司裏面 最貴的就是這兩間房 我們這些Canada Goose的Parker 圍起香港的話 是一萬多元一件 Canada Goose有不同的級數 有Resolute 有Expedition 有再低一點的級數 而我們是最高的級數 所以我們買到這個加幣 都要一千多元 那些鞋子都是很貴的 我們這些鞋子全部可以抵擋到 零下六十度的鞋 而這衣服都是零下六十度可以抵擋到 所以很多去北面上的人 做事都要在這地方買這些鞋 差不多四百多元一雙 但是非常厚 你穿上去就不怕冷 這件是戰衣來的 我們這個手套 我們叫Mittance 你不要戴有手指的那些 有手指的那些反而保不了亂 是的 你會留意到我們全部都是 一隻手指弓 然後四隻手指連在一起 因為原來人的身體 其實是最容易保暖的 有Fleece在裡面 還有內膽 再加上這個 如果你玩Snowmobile Ice Fishing 全部這些活動 都需要這麼厲害的Mittance 今天是黃都鎮旅程的最後一天 今晚繼續會去另一個地點看極光 飯日休息 還有四個地方想帶大家去 又學到東西 又好玩 又刺激 還會尖叫 大家走到來 在Yanomife最高處 這個地方可以一眼望 整個城市的景觀 以及一些標誌性的建築物 包括我住的酒店 Expo Hotel 還有機場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The Rock 也是Yanomife的原點 一個古老大石發展出來的城市 在1934年的時候 是有淘金潮 令到這個城市開始發展起來 在山頂上面這座的文章 其實它就是一個飛機的鏈狀 在上面 其實是多謝以前的年代 1920年至1930年 很多機師 為了來這個極嚴航的地方 去運送物資 而是多謝他們的 而發展起這個黃都鎮 很神奇 我現在身處在加拿大 第二大的湖 叫做大努湖 英文叫做Great Slave Lake 其實這個湖 每年一月份開始 有機會結冰 然後開放給車行 現在是三月尾 依然是很硬的冰 而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 除了我在湖上走之外 另一方面就是 在湖上可以同時看到 有飛機 還有看到有船 因為在夏天就是有船 可以走走 而冬天 因為船沒得走 就會利用飛機 並且作為一個機場去使用 其實它是一個由湖水 而形成的冰 所以它在冰裡面 有些氧氣 氣泡和草 其實這個冰是一些湖水 但其實都安全 我坐在這裡都安全 是車都可以經過 所以我也安心坐在這個位置 而且下面有些泡泡 你看到有些凹凹在裡面 是甚麼來的 它就是氣泡了 看看我看到有魚 看不到太深了 今天都已經非常精彩 現在的行程 接拍來就是玩《Dark's Legend》 我真的很想玩很久 因為去到這麼天寒地露的地方 才可以體驗得到 以前見人玩狗拉雪梟 超級浪漫 好夢幻 這次到自己玩 原來是超刺激的 刺激程度好像玩香蕉船一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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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聽過因為我們玩第一次 狗狗還很有精力 跑得特別快 其實不用這麼快 我慢慢跑就可以了 嘩 嘩 快點 快點 嘩 很快 我玩完了 很刺激 刺激得爆炸就是我狂尖叫 比我想像中是快 中間有幾條路 會比Bumpy一點 會抖震 整個人都會跳起來 大家要注意 因為它的速度和一段時間 如果頸和腰不太好的朋友 不太健壯或傷的朋友 我覺得會有機會很痛 我自己玩完之後 也覺得很刺激 安全方面 我覺得要提醒大家 有看過頭兩集《黃刀鎮》之旅的朋友 便會留意到黃刀鎮都有高級酒店 又有不同國家的餐廳選擇 所以不用擔心會睡得不好 吃不飽 今晚晚餐地點《Copper House》 聽說是一間看當地來說 都算多漂亮的餐廳 吃完晚飯 又是差不多時間出動了 今個旅程每晚都會去上極光 由於每晚地點都不同 所以角度、風景都不同 真是看不厭的 今晚就來到Aurora Village 去看極光 今晚是第四晚看極光 看不看得到 如果看得到真的 超幸運 Aurora Village有很多設施 包括最經典的就是這個 我身後有很多座座三角 我最看的就是UTP 是原住民通常會搭乘的一個帳篷 這裡設施有餐廳 可以給你吃的地方 我聽說原來這裡是當地人 但那個管理者是日本人 所以這裡也有點像日本的觀光景點的感覺 完善的觀光景點 又有攝影服務 又有傑兵表演台 傑兵表演 即是會有職員在戶外表演張T 浪到變成冰 或者是穿毛巾穿到傑兵 還有當地少數民族表演傳統樂曲 都頗得堅密 現在正在嘗試鼓 可以幫助他的呼吸 可以解決他的腰酸背痛 有沒有幫我拿刀斬 其實站在這個位置 我都感覺到這個鼓子打的時候 是有些震動的 即是連我這個位置的耳膜也有些震動 所以可能真的會有些氣震到背中 幫助解決你的腰酸背痛的問題 嘩!有氣的! 嘩! 好可愛啊! 有風啊! 來到第四晚 我們今晚都看到很漂亮 很澎湃的極光 還記得第一天 一到步不夠兩小時 就已經看到極光 好運一直來到第四個晚上 今次真是滿載而歸 這裡的少數民族 原來還流傳一個關於極光的故事 就是我們離世的朋友、親人 是透過極光和我們溝通 揮緊手 就好像在遠處觀望著我們 一直存在在我們附近 看完的光 也意味著黃刀鎮之旅即將要完結了 但臨走前 我就約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一直帶我們去玩的幕後功臣 旅行社負責人Virda 其實他是由香港過來的 趁這個機會 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他在這個極寒地方生活的故事 其實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來加拿大讀書 那時我也是在溫哥華讀書 讀完之後 其實我也回到香港 每個人都來讀書 都想回到香港 創一番試驗 然後我爹、媽媽 我來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他們還未來的 他們還在香港 但後來我去讀大學的時候 他們就過來加拿大 我又回到香港 那段時間 其實我們沒有怎樣 大家是相處過的 老實說 很努力很努力 可能你不知道多久 才會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那時候我讀書 全部都是借學生貸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當時覺得 其實我很小時候 已經出來外國讀書 其實很少和爸爸媽媽大家是相處 後來我爸爸媽媽 也是因為工作的原因 然後就從溫哥華 上去黃堆的地方 也因為一個機緣巧合的關係 他就想著 都可以有份工作 可能找一下做 那我就想著 好吧 不如就 好兩年 我就給自己兩年的時間 我就是因為想陪媽媽爸爸 還有想儲錢 這兩個原因 就上去 就上去闖一闖 嘗試去黃堆的地方 兩年 兩年 又兩年 現在已經是十四年了 十四年 十四年 好厲害 真的 我第一次見Freder的時候 覺得 嘩 這麼年輕 皮膚這麼漂亮 很皺紋 為什麼 有什麼秘訣 是否因為太冷 不知道 不過這裡是真的冷的 平時零下三四十度都會 對於我來說 我的平均溫度在香港 我住在日本也有 但還未去到那麼冷 即使北海道最冷 我都不覺得好像這裡那麼掛咬 這裡好像是十四年 對於你來說 你平時都習慣香港氣溫 怎樣在這裡生存 可以負五十度 是否會去到 有的 如果你連wind chill 其實真的會負五十度 當然有些朋友跟我說 其實現在已經濕濕碎了 以前曾經是負六十度都會 我的天 怎樣適應 適應期是真的有的 一定要有過渡期適應期 我曾經撞過板 但是撞過板之後 其實就知道 真的要準備好 因為如果你不穿好自己的衣服 老實說 有時在香港過來 抵爛貪消傷 覺得不好看 穿那麼多衣服 又或者很臉腫 又很重 不肯穿衣服 而且很辛苦 可能有時很冷 可能會生涼瘡 有些手 手 或者鼻 總之在皮膚有暴露 你會冒出冷空氣的地方 長時間都有機會會有凍瘡 自己知道 不行 一定要穿好衣服 一定要做好準備措施 你永遠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突然遇到 風雨露 或者可能你突然去到 某一個地方 可能車壞了 在冰湖那裏 即冰湖那裏 突然間是你要走的 你要計劃一下 其實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 生活除了不容易之外 夏天的時候可能只有很短時間 大概是多久 冬天和夏天之間的差別 其實我們四季分明 雖然我們很冷 但其實當我們由冬天到春天的時候 你會感覺很舒服 夏天也會熱 我們都會二十幾度 二十七、二十八度 都會的 一年是七十度溫渣 是 你說得對 是很極端的 很誇張 我真的很榮幸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從你口中得知 原來是可以在這麼誇張的時候 但有這麼多人住在這裡 享受他的生活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黃刀鎮有什麼吸引到你 你決定留在這裏這麼久 黃刀鎮很特別 其實它雖然是細小這個地方 但它其實五臟俱全 是最多你說那個option不多 這裡的大自然其實是 真是很美麗 很美麗 很壯觀 雖然說極光 其實當然是很多人 可能很慕美以求想來看這件事 但其實我經常覺得 這裡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是更加漂亮 更加美麗的東西在裡面 還是零污染的 還未很商量的 小城市可能人與人的相處 也是很真誠 所以這件事也是很吸引我 其實你也很真誠 跟你聊得很開心 整個旅程中 我覺得這個女生很厲害 又做到事 說話又令人很舒服 聽你說話又很舒服 謝謝你 整個旅程都很舒服 真心真誠 謝謝你 別這麼說 我也很開心認識你 說真的一句 很開心 看到多了香港人過來這個地方 而且開始不只是想 可能歐洲才能看到極光 其實加拿大也是可以看到極光 我們也帶回香港人的精神過來 很多人經常都說 加拿大很客氣的 加拿大很客氣 其實我真的不太感覺得這件事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很忙碌 而且也是想把事情做好 客人離開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感動 有時候不想他們離開都會捨不得 我也很捨不得 老實說明天我就要回到蘭克勒 所以今天是最後一晚 和Fridor一起坐在那裡聊天 這次的旅程是覺得很難忘 人生難忘 最難忘之一 雖然到了尾聲 明天要離開 但是希望可以之後 回香港的時候告訴我 謝謝你真的很開心 我很開心 很開心 認識到你 謝謝 我也不捨得